再一个给我们的地方消息 马来西亚有18万亿疫苗的疫苗率 上星期间 有超过200万亿疫苗的疫苗 能力的发展 蔡明琴有这种新闻 在推测贴子中 新冠肺炎疫苗供应访问 保证特别委员会 或JKJV宣布 7月27日 全国共有1839万3347例 新冠肺炎疫苗注射 根据JKJV的说法 育营激增能力 贡献了238,518次JBS 这些JBS开始掩盖 基隆坡和雪兰儿州的居民 其中包括昨天管理的 553,871名 新冠肺炎疫苗接种人员 此外共有94,233人 完成两剂新冠肺炎疫苗接种 而144,285人 在操作基金能力下 接种了第一剂 然而政府7月16日 推出了一云激增能力计划 以确保基隆坡和雪兰儿的 所有成年居民在8月1日 之前至少接种一剂新冠肺炎疫苗 由此同时 基隆坡和雪兰儿州 共有511万2,0057名居民 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截止7月27日 已有183万1585人 根据国家新冠肺炎免疫计划 接种了全面疫苗 报告 由Kuching 这是Chai Minjing 《Weekend News》 《Malaysi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